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主持人与党 杨茜茜 《伊诚文字幕志愿者 》 《伊诚文字幕志愿者 》 《伊诚文字幕志愿者 》 你会认为解释 我不要再解释了 我能断定人为이다 我能去解释了什么 我这样的相信是因为 有警察问题要去控制 你看嘛 所以你这样当于在这一方面的东西 慶祖縣是全台灣集村最多的地方嘛 那也很多集村 那因為蓋在那邊的話 它會產生空氣汙染跟水汙染 影響蠻大的 那還好是我們在 它在蓋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發現了 然後所以可以及時把它擋下來 不讓它就是不讓它通過市營運就對了 1998年的是端午節開始吧 開始見 開始發現然後開始抗爭 2008年我講錯了 2008年的端午節開始發現 端午節前後發現然後我們就開始抗爭 那其實到目前為止 雖然說政治人給了很多承諾 那也都跳跳 那大家現在 我們現在目前還是圍場的狀態 你那個屋裡不離場 你都沒有錯 你絕對是不適合的 我們都知道 你那個屋裡不離場 你絕對是不適合的 我們都知道 你那個屋裡不離場 你那個屋裡不離場 你看你那邊 你那邊就走 你那邊走 在這裏 哪裡都要走 我借一個 你那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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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那邊看 你們那邊看 你們讓你躲著 你們能走過來嗎 你們走過 你們都不要走過來 走過來 不用講了 要先走了 講沒用啊 先走了 你應該說跟貝佐來講 你說你那個遲到份 你有個名字呢 那個新租建華寶局局長 你還說不是我嗎 不是我嗎 不是我嗎 你會把貝佐說談走 那時候你教的書 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說 為什麼沒有講講過好不好 你是不是縣政府去組 你是不是他建的 這不可以 局長 你是不是業者的代表啊 可以啊 所以你怎麼講啊 沒有 我們沒有盤準啊 我們政府是以法行政 就那個抗爭被那個縣政府 其實是那是縣政府跟那個廠商 他們自己喬好的一個東西 反正正康正被喬掉之後呢 就是有泄氣了 大家整體的氣勢 本來是很高張的 就泄氣了 泄氣了之後呢 等到選舉選完 12月20號 去年嘛 縣市長選舉 選完之後 那些所有城中的人都不理了 都不來了 大家就覺得開始緊張了 我們現在來發誓 把手舉起來 我們來發誓 沒有舉手的人 這是不發誓 我們要保養 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土地 我們也保護我們的家園 擁搜索 難叫什麼? 派出你一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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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好 所以民主要的公、大海長的 為何要的 他都那天 Strom 不要跟他們講 這樣就這樣跟你的 下台 下台 對於總統來說 民意代表對人家拖廟的 不會的 我們民意代表百分之千 我加入了以後 我的重點是告訴大家 不要怕官員 把他們當群騙子就好了 那這個真的發揮到力量 這個真正的發揮 就是在抗爭的時候 他們會很勇敢的出來講話 真的 本來他們是不太敢講話 那些很憨厚的老百姓 可是你硬實在告訴他們 他們是騙子 政治人物他進來裡面 嘎吏說他們想要進來 好像對他們有一些 在他們政治上有一些 這些是他們的一些成績 把他們的政績 所以他們是手一伸進來的時候 我們常常在我們一個居民來講的話 好像是很難去把它拒絕掉 那有時候相反 像說 有時候他們是助力 有時候有可能說是那個主力嗎 被騙是一定的 因為我們再怎麼樣複雜 都複雜不過那些政治人物 被騙是一定的 可是就是大家心裡一定要有一點的 不管吵得怎麼樣 該出來的時候 不要因為說 我跟妳吵架 然後妳辦了活動 我就不要出來 絕對不能這樣子 就是內部人 我們那個組織裡面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吵在 你看那個胖子 那個陳胖子 他跟我們吵得整 他先上當嘛 因為他有一些 他以前是開SARS車的 所以呢 他跟那個黑道有一些往來 有一些認識 他不是黑道 可是跟他們有認識 所以呢 因為而且他很空有力喔 那有幾個片段 因為我不在現場 那當時發生的時候 也沒有影片也沒有記錄下來 也沒有照片記錄下來 所以我的影片裡面有呈現 就是有好幾次SARS車要盡料的時候 都是那個胖子 他硬當先跑去擋住了他 一個人就擋了好幾副車這樣子 因為他曾經當過勇士 你知道嗎 就是有一點英雄 那個大家對英雄都會比較敬 崇拜一點 敬畏一點嘛 他就會產生那種邊際效應 然後當地的一些人會聽他的話 他好幾次就對我們說嘛 他說 你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喔 不然喔 那個黑道會來怎樣怎樣 他講得大 他這樣人心惶惶的 所以我們從他種種跡象可以判斷 他有被收影啊 有被怎麼樣 可是他 我覺得他不至於出賣大家 只是就是因為一定有這樣子的一個莽夫 一個講難聽 你就是蠢蛋 那他在關鍵時刻真的幫了大家一個大忙 可是也在關鍵時刻把整個運動脫下來 可是再怎麼樣子 我們吵得很厲害 爭執的很厲害 當我們有活動的時候 或是怎麼樣子的時候 其實他的意志還是很堅定 他不會說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持續的扯大後腿 並沒有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大家是在過程中一定有很多爭執 很多衝突 可是該活動 該要活動的時候大家都要出來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他滾蛋 要他走 這個是不管過程是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這是唯一的堅持 只要是大家都能夠堅持這一點的話 即使上當也好 或者是被騙也好 這只是抗爭的一個過程 運動是艱難的 運動是困難的 運動是相當要有智慧的 那環保運動這幾年 老師講 節節拜退 然後在尤其真的 鄉英明文化運動 或者這個保育運動 來看環保運動是困難度非常高的 那在他們這一場運動裡面 的確會遇到不錯的夥伴 這個尤其有很多重要的人的堅持才有辦法 相信其實這個背後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那一種內鬥 或者紛爭 自己內部的打架 這個我相信都很多啦 但是至少慶幸的是 目前這個工廠沒有繼續動 那我想這個是台灣難得看到的一個好結果 去看環保運動 給大家關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